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我现在在天津的航母公园 来参加这个没有弯道的传奇事件 往期传奇引爆的一个金卡纳活动 我今天在航母公园 他们说也搭建了一个定制的航母赛道 我不知道是要真的在航母的甲板上跑金卡纳吗 那岂不是要除阴起飞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好 我现在已经上到了航母的甲板上 看后面这个驾驶 今天真的应该是在航母甲板上来跑金卡纳 等一下看看吧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不过就后面这个地的情况肯定是没有力清来的好的 所以等一下跑起来应该感觉会很不一样 然后来介绍一下这艘航母 这其实是前苏联时期的基辅级的航母 这应该是首舰的基辅号 应该是我们现在辽宁舰级别的首舰 俄罗斯的控制涅佐呼号的上一代的航空母舰 它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巡洋舰的一些装备 因为当时苏联的航母的体验跟美国其实是不太一样 要说到为什么引爆会来航母上进行这一次的金卡纳的一个活动呢 其实从它车型命名上来看就能猜出一些端倪 这辆车它在设计上首先借鉴了一些战斗机的一些元素 另外它在车型的命名方面 你看它几个版本 歼10版 歼11版 歼15版和歼16版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空军 海军 包括舰载航空兵的作战的机型 歼10是单发的一个中型的战斗机 然后歼11是双发的重型的战斗机 然后歼15是我们的辽宁号和山东号的这个舰载的版本 然后歼16是海军用的 所以这样来看 这次在这个航母甲板上进行这次金卡纳的体验 还是蛮有意思的 CM 4V 1 1 2 1 2 2 2 4 4 1 在这个航母甲板上跑的金卡纳结束了 说一下感受 因为航母甲板的抓地情况确实是非常差 可能仅仅比冰雪上面要好一点 所以车有很多你不可预测的动态 包括加速还是轻轻 节点油就打滑 刹车也刹不住 然后绕装的时候非常的讨厌你的脚活 点刹技术还是需要讨厌一下的 报告这台车在航母甲板上跑进卡纳还是挺好玩的 之前我也没有机会在普通道路上来开这个车 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试一试我们自己的品牌 现在给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推出的运动型车 看看到底是怎么感觉 好吧 在天津的航母公园基辅号航母的甲板上 我们结束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好吧 我们再见 拜拜